手拿垃圾袋踩著步伐小心翼翼 这群默默守护海岸的义工们 来自桃园南侃西北岸的两支巡护队洗手合作 仰人行走在一望无际的历史沙滩上 也是其中困难之一 这边的地形比较特殊 就是说在走路的方面不像人家沙滩 很方便 跌倒也没关系 第一次来可能就是先会走 然后第二次就慢慢的开始捡垃圾 一带一带仔细分类 任何宝特瓶回收物或是一般垃圾都不放过 由居民自发组成的义工巡护团队 顶着大太阳沿着海岸捡垃圾 经由分类过后由海管处统一接受处理 海边的维护真的是需要大家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再你丢我捡 静探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我希望台湾的海边更紧 我认为我们都住在这个岸上 所以是我们的财务是保持它清理 守护环境整洁人人有责 义工弯下腰减时卡在十分钟的垃圾 不为辛劳只为维护海滩付出心力 更呼吁民众养成垃圾不落地原则 爱护地球从自己做起 让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这位是台北桃园综合报导 感谢大家的时间